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勾到了第16圈了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勾第17圈 先勾一个变字针 第17圈呢,我们是按照 4个短针,一个减针的方法 重复勾6次 那么从这一圈开始呢 我们需要一边勾这后半针 一边来减针 那么前面的4针呢 是勾这后半针的 我们先勾好4个短针 接下来呢,勾上一个减针 大家看一下 把第5针和第6针 两针减为一针 首先,第5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 第6针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3个线圈同时 并在一起 勾住线这样穿过来 4个短针,一个减针 这是一个组合 这一整圈需要勾6次 第二次 4个短针 然后 一个减针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在下一个阵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3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是一个减针 按这个方法呢 把后面4次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这一整圈呢 需要减掉6针 那么接下来的每一圈 我们都需要勾这个后半针的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减针的方法 以后呢 我们再看到字母4A 就这样来勾就可以了 短针减针 我们是用字母4A来表示的 就这样来勾 第六次 4个短针 然后一个减针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 第17圈就勾好了 那么接下来的第18圈 到第20圈呢 都是减针的一个过程 都是一边勾这个后半针 一边来减针的 大家跟着我呢 看着图解部分 把后面的第18圈 到第20圈 全部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边勾呢 一边在里面放皮皮棉 填充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一直勾到了第20圈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21圈 先勾一个变子针 我们连续勾6个短针的减针 第一个减针 还是勾后半针的 第二个减针 然后第三个减针 第4个减针 第5个减针 第6个减针 好 勾好之后呢 连接一下 那么我们第21圈就勾好了 把线拉长 直接剪断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缝合针 把上面这个小洞的部分呢 给它连接一下 处理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还是穿这个后半针 第一针 第二针 这样穿起来 你也可以一针一针地去穿 都可以的 第三针 第四针 这样穿起来 然后第五针 第六针 然后拉紧 上面就没有动了 再把线呢 从其他部分穿出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洞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好了 我们把这个主体部分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勾这羊毛的部分了 但是我们起针的时候呢 不从这个引拔针连接的这个地方起针了 我们从脸部这个地方来起针 不从这儿起针 大家记住 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 我们前面16针没有勾这个后半针 我们是从它前面的这个地方来起针来勾的 这样对应下来 从第七圈的这个位置开始穿针来勾 我们留的这个浅半针 就是用来勾这个羊毛的 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 把线这样勾住 拉过来 然后呢我们勾 四个变子针 勾好之后呢 大家看一下 从下一个针角的位置穿针 就挑这个单层线圈就可以了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四个变子针 在下一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短针 就按这个方法呢 去勾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四个变子针 一个短针 就这样去勾 四个变子针 然后一个短针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整圈给它勾好 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 跳到第八圈 就这样勾第八圈 然后呢 再把第九圈 都这样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七八九的三圈 给它勾好 好 大家看一下 七八九的三圈 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 给它勾第十圈了 还是勾四个变子针 我们直接这样 跳上来就可以了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再继续往后面勾 四个变子针 下一针连接一下 勾一个短针 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后面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的十六针 没有勾这个 后半针的那一部分 非常明显的 是我们脸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只勾这二十针 一直这样给它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呢 再直接跳上去 勾下一行 十到十四圈 都按这个方法来勾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勾好之后 就这样来回勾 这样拿着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 第十圈的二十针勾好 一会儿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圈 请在这里 对 请在这边 备一句 我 先你 好 这 再 鱼 又 这 这是 是 我们 看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把这个第十圈的二十针就勾好了 勾好之后呢,我们直接勾 四个变子针 然后我们这样拿着 直接勾第十一圈就可以了 这样跳上来 勾短针 就这样拿着 这样倒着往回勾 十到十四圈都需要这样来回的去勾 这几圈呢,我们就都是勾这二十针就可以了 就这样往返勾 那么勾好之后呢,从第十五圈开始 就这样,还是这样整圈去勾 这样一直勾到最后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就这样一直勾下去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一直给它绕圈勾上来 勾到最后 我们最后一圈呢,也是需要给它勾上 这个四个变子针 一个短针这样连接的 把最后的四个变子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来进行连接 我们这个地方连接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穿深一点 不用再穿单层的了 可以直接给它挑出多个线圈 勾一个短针 这样连接一下 然后呢,我们勾十个变子针 这是我们挂绳的部分 它需要牢固一点 所以刚才我们连接的时候呢 可以多连接几根线 同样的方法 我们在最中心的这个位置 穿针 挑出多根线 然后呢,勾上一个短针 这样连接好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剪断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挂绳就勾好了 再把这个长的线尾 我们直接勾到这个身体内侧 给它藏好 那么我们这个小羊的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好了,都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下耳朵的部分 耳朵非常容易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看着图解去勾就可以了 也是环形起着的一个方法 我们给它起六个短针 然后呢,慢慢加针 勾三圈就可以 大家把两个耳朵勾一下 我把图解在屏幕上面 好,大家看一下 把两个耳朵勾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耳朵缝一下 我们先把下面这个地方呢 给它这样对折 把这儿呢 给它缝上几针 缝出耳朵这样一个造型 从这儿这样穿过来 然后呢,我们把它固定在这个身体上面 我们给它缝在这个十二行左右 缝在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缝合过程 好了,我们把两个耳朵缝好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钉一下眼睛的部分 眼睛呢,我们就给它钉在这个 露出来的这几行的 从上面数第二行的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两个眼睛保持对称 这样安装起来 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把眼睛安装好就可以了 好了,我们把两个眼睛安装好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勾勒一下这个嘴巴和鼻子部分 非常简单 在两个眼睛中间的这个位置穿针 勾勒出一条航线 占据两个针眼的宽度 然后向下穿针 然后向上拉线 在中间部分穿过去 从其他部分穿出 这样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够了好了 好了,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调整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小羊挂件就完成了 好了,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杰元姐 我们下期视频教程 再见